各位朋友大家好,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,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民间故事。 今天这个故事是《小姑子偷汉子》,好像很多人的家庭矛盾,一般都是发生在媳妇和婆婆之间,或者媳妇和小姑子之间,不知道是不是都是这样。 在明朝的时候,有一个刘姓女子,刚嫁人没几个月,丈夫突然就死了,丈夫死后,她就成了一个小寡妇,寡妇门前是非多,况且还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呢。 所以,村子里关于刘寡妇的闲言碎语,那可就多了去了。 不过,这刘寡妇从来都不去理会,也不去解释,她觉着,一个人活着,没必要在意别人的眼光,轻者自轻嘛。 别人想怎么说,她也管不着,何必活得那么累呢? 话说回来,为什么那么多人,都对刘寡妇的生活有意见呢? 难道一点根据都没有吗? 当然不是,因为经常会有人看到,她家里面有男人进入,还不止一个人看到过。 其实,刘寡妇家里经常会有男人出入,倒也不假。 但是,这些男人可跟她是一点关系都没有,他们到刘寡妇家里来,可不是来找她的,而是她小姑子引来的。 她这个小姑子,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,就是一个水性洋花的女人。 本来,自己的公公婆婆去世的就早,她丈夫这一死,是彻底没人管这小姑子了。 小姑子也就彻底放飞了自我,暴露了自己的本性。 她还经常会带一些男人回家,自己作为嫂子,也经常劝说小姑子,一个小姑娘可不能这样做,被别人看到了不好,名声坏了以后,就很难嫁人了。 只是这小姑子根本就不听,说多了,小姑子还要和她动手。 所以,刘寡妇也是很无奈,她很想替丈夫好好管教这个小姑子。 但是,不行啊,小姑子就从来没把她当过嫂子看待,动不动就想把她这个爱事的嫂子赶出家门。 其实,刘寡妇何尝不想一走了之,重新找个人嫁了呢? 只是,丈夫临死之前,最放不下的就是她这个妹妹。 当时,丈夫就托付她,自己死了以后,让刘寡妇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妹妹。 刘寡妇当时就答应了,你说,她能轻易离开吗? 她也不能辜负了丈夫的临终所托呀。 在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,村民就都把这个到处勾搭男人的罪名,安排在了刘寡妇头上。 刘寡妇不做辩解也是为了小姑子好,毕竟自己的名声坏了,也无所谓,毕竟她已经是个寡妇了。 这小姑子可就不一样了,自己必须要为小姑子保住名声。 刘寡妇本来想着,自己慢慢地会把小姑子交好,会改变她。 谁知道,这小姑子不但没一点收敛,还一天比一天过分。 有时候,她带男人回家,根本就不避讳她这个嫂子,当着她的面糊搞乱搞。 小姑子甚至还大言不惭地对嫂子说,如果你喜欢看,看着就好了,就不要多嘴了。 如果看不惯的话,你就赶快给我滚出这个家,这个家里不欢迎你。 刘寡妇听了小姑子的话后,被气得是浑身发抖,但是她又无可奈何这个小姑子,家丑不可外扬,她也只能是含着眼泪,回到自己的屋里,委屈地哭上一会儿。 至于这小姑子想赶她走,她是不会走的,小姑子越是赶她,她就越不走,留寡妇也是个酱脾气,她还就跟着小姑子号上了。 这个小姑子对她这个嫂子的管教,那是早就不厌其烦了,一句话,她觉得嫂子太碍事,影响自己玩乐,所以她早就想把嫂子赶出家门了,只是她也用了很多种方法,问题是,这嫂子她就是赶不走。 这一天,她又和自己的情夫在家里鬼混,完事后,两个人很快就商量出来了一条计谋,这次他们是要彻底赶走这个碍事的留寡妇,绝对不能再让她耽误他们两个的好事了。 突然有一天,几个牙医就冲进了留寡妇的家里,直接就把她给带走了,这是怎么回事呢? 原来是,小姑子和她的情夫,把这个嫂子给告了。 这小姑子的情夫,可是当地的一个恶霸,并且还跟县令有点关系,所以,他们就想出来了这样一个办法,利用县令的实力,彻底地赶走留寡妇。 小姑子告诉县令说,自己的这个嫂子和多人通奸,还被自己当场抓到过,她败坏了自己家的门峰。 她要求县令,一定要好好惩罚一下留寡妇,然后再把她赶出这里,让她永远不能再回来。 县衙的大堂上,无论留寡妇怎么解释,都没有一点用,县令根本就不听。 最后,恶霸还亲自站了出来指证刘寡妇,说和刘寡妇有染的那个人就是她。 这一下子,刘寡妇可真就是白口难辨了,人正就在眼前,而且,全村的人也都可以作证,这恶霸的确是经常出入刘寡妇的家。 这是你说上哪说理去呢? 刘寡妇就只能认命了,不认也没办法,谁能听她的解释呢? 县令当堂就对救寡妇的罪行做出了判法,直接武士大阪,外家主出本县,永不能回。 武士大阪打过之后,刘寡妇也就剩一口气了,眼眼一息的她,直接就被几个牙翼抬着,扔到了城外的路边,让她自生自灭。 幸好,有一个路过此地进京赶考的书生,把她给救了下来。 要是没这个书生,这刘寡妇很可能就会直接死在路边。 就刘寡妇的这个书生,她可不是一般人,家里很有实力,受家里边长辈的影响,她从小就养成了行侠仗义的性格,看到不平视,她就要管。 所以,当她了解完刘寡妇的遭遇之后,就是非常的愤怒,她大骂着糊涂县令,这就是在草菅人命。 她还告诉刘寡妇,这事就交给她了,她一定会替刘寡妇讨回公道。 这个书生敢这么说,她也是有底气的,她的工作就在此地没关,而且还是这里的支付。 她这次进京,正好路过此地,来之前,父亲就交代过,一定要顺路去看看自己的书,替她问声好。 所以,她直接就带着刘寡妇,来到了支付衙门。 书生拜见完叔父以后,直接就把刘寡妇的遭遇,一一地说给了叔父听。 她希望叔父能给刘寡妇做主,好好惩治一下那个糊涂县令和恶霸。 这位支付大人,他可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清正联名的好官,在当地也是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。 支付大人听完侄子的叙述以后,他首先表扬了侄子,见义勇为,乐于助人,极恶如仇的性格。 但是,他并没有对刘寡妇的遭遇做出任何表示,只是说他会派人去调查此事。 首先说,他绝对是一个好官,所以,他不能只听刘寡妇的片面之词,就处置一个县令。 无论做什么事,都是要证据的,都必须要秉公办理。 所以,在事件没调查清楚之前,他是不会妄下定论的,更不会给刘寡妇承诺什么。 支付派去调查此案的人,很快就有了回信。 据去调查的人所说,这刘寡妇在当地的确名声不是太好,关于她的留言有很多,都和奸情有关。 至于这个县令,他应该是有问题的,因为他调查发现,这县令和当时指证刘寡妇的那个无赖,两个人之间有很深的联系。 虽然没有证据,但是他可以肯定,这一关于匪在背地里,应该是干了不少坑害百姓的事。 支付听了以后,心里就基本有底了,表面看刘寡妇的遭遇应该是有问题的。 至于县令的问题,他觉得更严重。 按照刘寡妇所说,和无赖有奸情的人,是他的小姑子并不是他,他是被小姑子和无赖诬告的。 这是本来不敢忘下定论,但是,当他听到这无赖和县令的关系后,他就基本可以断定,这件事没那么简单,很有可能刘寡妇说的都是实情。 不管是看在自己侄子的面上,还是恶霸和县令不清不楚的关系,作为支付的他,都要好好地查一查审一审了。 所以,不管这刘寡妇是不是真的被冤枉了,他都要利用刘寡妇的案子,把背后的这个县令给收拾了。 这样的一个县令,是会危害一方百姓的,绝对留不得。 支付很快就带着刘寡妇,一起回到了县衙,他要立刻重审刘寡妇的案子。 翻看了刘寡妇的案综以后,支付就发现了里面有很多问题,刘寡妇大概是被冤枉了。 不过,要想替刘寡妇翻案,还是有难度的,主要就是缺少证据,这个证据也实在是不好找。 恶霸对刘寡妇指证这一点,还真不太好办。 支付也知道,这最主要突破口就在这小姑子和恶霸身上。 第二天,支付大人直接就在县衙重新升堂审理此案。 在这宫堂之上,刘寡妇和小姑子两个人互相指责对方,都说是对方和这个恶霸有染,自己是冤枉的。 支付大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,他就呵止了两个人说,既然你们两个都和他没有关系,也就是说这恶霸是在故意诬告你们,那么你们就都没有错,错就在这个恶霸身上。 我这里有一个办法,可以证明你们谁是清白的。 支付说完,就让牙医拿上来了一把刀,他把刀扔在地上说,既然是这恶霸冤枉了你们,我想你们一定是很恨他吧,拿起这把刀,给我狠狠地砍他,我今天就要看看你们有多恨他。 小姑子看了看地上的刀,并没有去剪,也没有动,他可不会真拿着刀去砍这恶霸,这可是他的相好。 支付看了看小姑子说,怎么,不敢砍呢,不会是下不去手吧? 刘寡妇你来,支付话音刚落,刘寡妇就直接捡起了地上的刀,对着恶霸的胸口就刺了过去。 不过,最终还是被旁边的牙医给拦了下来,这恶霸暂时还不能死。 支付看了看刘寡妇说,行了,暂时还不能杀他,至于你的冤情,我现在也可以确定了,你的确是被冤枉的。 和这个恶霸有染的人,并不是你,而是你这小姑子。 小姑子和恶霸,当然是不会认罪了,他们还坚称,那个人就是刘寡妇。 刚才的一切,支付可是都看在眼里的,怎么会听他们的辩解呢? 一顿板子打下去,两个人就乖乖地全招了,把他们设计陷害刘寡妇的事,全都抖落出来。 这些对支付大人来说还不够,今天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,那就是要把这县令给收拾了,突破口就在这恶霸身上,所以暂时他可不能死。 支付命令牙医,继续对恶霸用刑,直到他招了,自己是如何买通县令,如何和县令串通,一起坑害百姓的为止。 他全部都交代了,他不但交代了买通县令陷害刘寡妇的事,就连几年前,他和县令一起串通,不顾灾民死活,贪污朝廷拨下来的赈灾营养的事,也一并全都交代了出来,可以说是交代得非常干净。 县令直接就被摘去了顶带花林,送往了京城。 至于这小姑子,他同样被打了五十大板,然后被牙医扔出了城外。 至于这无赖,他直接就被打入了死牢,性命不保了。 最后,刘寡妇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生活,只是家里再也没有那个作恶的小姑子了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讲完了,感谢您耐心的收听。 如果您感兴趣,请您点点赞,关个注,谢谢。 也希望各位在收听收看故事的同时,帮忙给博主点赞评论和转发,谢谢。 我们下期再会。